随着中国大陆高考分数的公布 大陆各省的高考状元也揭晓了 在这些被热捧的天之骄子中 仅有不少的武林高手 他们因为武术项目获得加分而一跃成为榜首 中国高考加分制度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已经沦为对官二代副二代的优惠政策 6月26号湖南省高考成绩揭晓 楼底是理科状元黄丹 楼底一中的理科状元陈薇 楼底三中的理科状元邱阳都获得了高考加分 而且项目都是武术 其中楼底三中因体育竞赛获胜而获得加分资格的考生就达到了93人 占到了全省这项总名额的十分之一强 其中因武术专案测试通过而获得加分资格的达到了31人 据一位考生家长介绍 他的小孩为了获得武术加分一共花了差不多3万元 前期的学费6800元 到省里参加测试前又交了1.5万元 最近网上公布的2010年浙江高考加分考生名单 因加分考生多来自全市家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 据南方周末报道 今年绍兴一中高考加20分的73名考生中 家长的背景包括绍兴市委秘书长、财政局、地税局、规划局、建管局、教育局等49名官员与企业老总 大陆民众发现高考加分制度已沦为权贵门造假游戏 2001年入学的网友发帖说 这事早在我上大学时就很常见 同寝室的汉鸭子是在所谓省游泳比赛中得奖加分 其实只因为他爸爸是检察院的副局长 隔壁寝室220斤的大胖子是田径队的 因为他爹爹是当地财政局的局长 很荒唐吧 著名评论员恒河提出 中共的很多政策什么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也好 他都是为一些有权力的阶层留下了方便之门 让他们可以在这个改革当中得好处 而其他的民众可能就得到坏处 我认为在高考的加分制这方面 就是这么一种现象 是他故意留下来的一个操作的空间 这样的话可以不停的让权力集团、权势集团、利益集团 能够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以专的空子 找到他们的利益所在 据报道 调查显示 农村子女高考成绩高出其他家庭15分 但是这几年 名校的农村生比例却在下降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加分已成为所谓尖字生的激烈竞争 只有券面分数的高考状元 被有加分的高考状元所取代 而来自农村的高考生 没有钱上这样昂贵的加分培训班 处于竞争弱势 去年重庆市31名考生 利用少数民族加分政策造假 其中15名考生家长是中共党员领导干部 新唐人记者李静、郭静综合报道 1号 7号 2号 3号 1号